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首先我们来关注复刻 21号长春市教育局发布了相关通知 24号也就是明天 全市初三年级恢复线下教学 为了迎接同学们重新返校 那么长春市各个初级中学 结合自身的实际 进一步优化完善工作方案 志愿者对校园的环境进行了消杀 为初三年级学生开学 创造安全卫生的学习环境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 长春市103中学华泽校区 在扩别了校园两个多月后 这里的初三学生明天将返回校园 在开学前夕 长春市晨星志愿者协会 将为校园提供一次免费的供应消杀 据了解 长春市103中学华泽校区 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全校共有师生数百人 为助力中小学复学复课 长春市晨星志愿者协会 出动了十多名人员 对学校的室内操场 走廊 教室 食堂 办公室等区域 进行了全面的消杀 在消杀过程中 志愿者们科学制定方案 将泡藤片和水溶解成消毒液 根据不同环境 使用相应的消杀浓度配比 然后使用电动高压喷雾器 这种方式不会对所消杀物品产生污渍 不会产生腐蚀 同学们可以放心的回到校园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长春市晨星志愿者协会消杀大队 共消杀64所中小学 消杀面积已经达到320万平方米 明天面对着初三学校的开学 所以也是为了这些学生 能够平安的返回学校当中 也能够放心的上课 在现场记者注意到 除了本次公益消杀 华泽校区已为明天开学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我们从5月15号就开始 力争做到防疫工作的最优化 严把入校官 对师生进行全方位的排查 现在我们全部的老师和学生 都符合复学条件 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志愿者 来给我们进行了免费的消杀工作 给我们校园拔好了最后一道屏障 守望都市军阳海军报道 随着复工复产工作的不断推进 近期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也发布了公告 今天起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城区内所有业务网点 恢复常态化业务办理 这其中因为位于方草街的高新分中心 周边区域正在进行地铁施工 交通不便 想要办理业务的朋友 也可以就近选择其他的网点办理业务 今天是5月23号 我们现在来到的位置 是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路缘分中心 那么根据公告显示 从即日起 也就是5月23号星期一起 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在城区内所有业务网点 全部恢复常态化的业务办理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路缘分中心 我们是从5月13号开始 就面向所有的业务 开放所有窗口 每天的业务接待量 大概在200币以上 尤其是近期 由于疫情影响吧 有一些积压业务 在不到一周之内的时间 全部处理干净 然后立即进入通常业务 今天是长春市内 所有分中心 全面放开业务的第一天 业务压力 现在已经逐渐进入平稳状态了 那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也提示啊 位于芳草街的高新分中心 由于周围啊 地铁正在施工 所以呢 交通不便 停车位也相对比较少 那么有这个业务办理需求的市民 也可以在城区内 就近选择其他的业务办理 网点来进行业务的办理 我们窗口业务 路缘分中心 主要分两块 一个是单位的规级业务 一个是职工群众的提取业务 规级业务呢 一般是按区域化办理 提取业务呢 是面向全长东市 所有都是脚村指控的 办理提取业务的时候 全长东市 所有的指控行动 都可以到我这来办理业务 守望都市 陈汉广微报道 随着长春市 疫情的逐步稳定 吉林大学 第一医院体检中心 也恢复了体检业务 有需求的市民 可以采取线上预约 和电话预约的方式 进行分时段预约体检 此外呢 从今天开始 长春市中医院 平阳分部呢 也恢复了门诊接诊 那么具体的信息呢 大家可以关注长春市 中医院服务号 微信公众号了解情况 随着长春市 疫情的不断好转呢 那么在今天呢 吉林大学 第一医院的体检中心呢 已经恢复了体检了 那么记者了解到啊 前来体检的市民呢 需要携带 48小时内的 阴性核酸检测报告 并且需要佩戴 没有呼吸法的N95口罩 采取的方式呢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呢 就是线上预约 是通过公众号 微信呢 那搜索极大医院体检中心 然后点击之后呢 可以那个选号 而且呢 我们还是分时段的 我们7点半到8点半 一个时段 8点半到9点半 一个时段 然后9点半到10点 和10点到10点半 我们周六 周日暂时是不开 这个结果呢 就是我们现在主要是 建议啊 提倡 就是采取那个 报告邮寄的形式 据了解 分时段预约的市民 需按预约日期 预约时段到达 未到预约时间 不能进入体检区域 需在室外等候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 目前每天可预约 200名体检的市民 除了线上预约 市民也可拨打 屏幕上方的电话 进行预约 在五月末之前 办的体检卡呢 我们要延期三个月 如果延期之后呢 可能还有就是特殊情况 不能来体检 不能满足需求的 那么到时候呢 就我们可以通过电话呀 再和我们沟通 此外记者了解到 长春市众医院平阳部 于今早八点起 门诊恢复接诊 针九科慢病审批 暂不开诊 具体信息 您可关注长春市众医院 服务号微信公众号 了解情况 首网都市和欢公雷报道 来关注我省新冠肺炎 疫情方面的最新情况 5月22号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例 另外5月22号零至24时 全省新增治愈出院 确诊病例11例 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16例 5月22号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5例 其中白山市3例 沿边州2例 5月22号零至24时 全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11例 其中长春市6例 沿边州5例 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16例 其中吉林市8例 长春市7例 沿边州1例 通报中还提醒广大公众 要密切关注各地发布的 疫情动态信息 如与阳性感染者活动轨迹 有交集 或近期有疫情发生地区旅居时 请立即主动向当地社区村屯或疾控机构报告 按要求配合做好相关疫情管控措施 如出现发热 咳嗽等急性呼吸道症状 请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 及时到当地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最近几天我省气温不断攀升 特别是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 都达到了30摄氏度左右 可真是挺热的 没错 那么今天省内的最高温出现在哪个城市 这种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多久呢 我们的记者也专门到吉林省气象台了解的情况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的南湖公园 来到户外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 较之前几天相比 今天长春户外的温度呢 也是有了一个明显的上升 最高温度为零上31摄氏度 许多市民啊也表示 此次的气温上升有点突然 今天突然之间就31度 感觉特别特别的热 出来的时候特意穿了一下防晒服 怕晒黑了 昨天还穿衬衫呢 今天就已经换半夜袖了 而且今天除了呢 也是多喷了一些定装喷雾 我今天必须就带凉水 要不然就得热门汗了 现在的时间是中午的12点30分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长春户外的温度呢 也是达到了零上29摄氏度 记者也从吉林省气象台了解到 此次出现高温的区域呢 主要集中在我省的中部地区 其中我们省气温最高的城市是四平市 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2摄氏度 其次在长春辽原一带呢 也可以达到31摄氏度左右 其他大部分地区在27到30度之间 从24号开始受东北冷漠影响 我省四季向东呢 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 辽元吉林大部 通化白山一带呢 有中雨 部分地方有大雨 其他地区呢 以小到中雨为主 半水是此次降水 大部分地区气温有所下降 降温幅度可以达到8到12度 首王都市 孙俏 宇峰报道 长江版同城长 长春农生银行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法宝体制的飞客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处置银行 吉林省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飞碟汽车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龙腾乡隔离提醒您 长春多云转雷震雨19到30度 四号乘用车提醒您 白城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 海信集团提醒您 松原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 君乐宝简纯提醒您 四平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 水澳酒提醒您 辽园多云转小雨17到31度 青岛啤酒提醒您 吉林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 寒鲜汇米线冷面提醒您 空化多云17到26度 老泥车提醒您 白山多云12到27度 金生牌天然松人路提醒您 沿急多云转小雨11到29度 飞碟汽车提醒您 唐白山多云13到26度 青花廊提醒您 长春多云转雷震雨19到30度 美好城市 美和新区 欢迎您 美和新区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一到吉士办 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我们每次核酸检测的时候 都会出示吉祥码 那么我们的结果 也可以在吉士办上查看到 并且吉士办还推出了 很多非常贴心的功能 近日吉士办再次全面升级 吉祥码核酸检测结果 通信形成卡 疫苗接种记录等信息 均同屏显示 让用户出示吉祥码等 疫情防控信息时 更便捷高效 点击吉祥码 我们会发现新冠疫苗接种记录 家人带领 个人健康信息上报 国家防疫信息码等功能优化为 图标加文字形式展示 并用不同颜色区分 核酸检测结果服务显示 省内最近一次核酸检测结果 和检测时间 还可以点击查看 家人核酸检测结果 吉士办微信小程序中 通信形成卡服务 无需跳出吉士办 当前页面可直接拉起服务 提升用户体验感 不仅仅是 微信里的吉士办有所升级 就连微信本身也进行了优化 我们发现 5月20号 微信发布了一条最新公告 公告的内容是 微信视频号 将公布用户的IP属地 用户在发送内容 或发表评论时 境内账号展示到省 境外账户展示到国家 账户IP属地 以运营商提供信息为准 用户暂时无法主动开启 或关闭相关展示 守望都市明瑶公围报道 高职院校分类考试 是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技术技能人才 选拔的重要渠道 今年吉林省高职分类考试 已经在5月16号结束了 日前成绩和分数线 也正式对外发布了 记者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 方面了解到 吉林省2022年高职分类考试成绩 现在已经对外公布了 那随着成绩的发布 高职高专单独招生 和普通高校对口招生的 志愿填报 技能测试 及相关的录取工作 也随之开启 据了解 2022年 吉林省高职高专 单独招生统一考试 职业技能测试资格限为80分 普通高校对口招生 统一考试各科类 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本科从334分至588分不等 其中 最低的为艺术类334分 最高的为信息工程类588分 专科各科类均为100分 需要注意的是 我省高职单招的志愿填报 职业技能测试 及录取由招生院校自主实施 具体的方式及内容 由招生院校自定 考生需到相关招生院校网站查询后 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 进行职业技能测试 及志愿填报 而对于参加普通高校 对口招生的考生们来说 本科批次征集志愿时间为 5月23号14时到18时 专科批次征集志愿时间为 5月24号14时至18时 本专科的录取结果将分别于 5月23号24号发布 考生可通过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或到各地区招生考试机构查询录取结果 首王都市同飞王超报道 近日长春市朝阳区开展了企业服务业活动 服务业期间将会集中为企业解决 复工复产过程当中遇到的各项难题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的位置呢 是长春市朝阳区内的一家归杖工业企业 今天呢是5月23号 那么刚刚啊 企业的负责人也向我们介绍 随着复工复产的工作不断推进 这家企业呢 目前也是逐步在进入到正常的运营状态 那么在今年啊 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是企业的生产 以及这个科技研发等等方面 都较往年有了一定的提升 首先从防疫物资 安全生产 包括这个物流运输方面 区政府呢 都给我们开了通行的绿灯 预计呢 2022年5月份呢 实现产值1000万元 同比增长的500% 那在今天的采访当中啊 我们也了解到 目前啊 朝阳区正在开展这个企业服务业活动 针对企业在复工复产过程当中 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 逐一来进行解决 那么朝阳区的政府部门也介绍 截至到今天 也就是5月23号 朝阳区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0户 目前除两户需要退归企业外 其余已全部复工 复产率98.5% 68户归上工业企业 共有员工13870人 已返岗12782人 返岗率92.2% 147户规模以下工业企业 也全部有序复工复产 现在主要面临的这个困难呢 第一就是科技人员的这个招聘 再和区政府沟通 我们技术人员缺口大约是10到20人 我们下一步呢 将组织缺少资金的企业 我们进行一次引起对接 缺少用工的企业呢 我们开展一次人才招聘活动 守望都市程翰广媒报道 非法社会组织呢 是指未经民政部门登记 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 开展活动的组织 那么由于其隐蔽性强 经常组织非法团体活动 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呢 是难以得到保证的 5月20号 民政部依法向社会公布了 第11批地方民政部门 依法取缔部分 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据悉民政部公布的 第11批非法社会组织名单中 包括中爱联合纯种猫俱乐部 中爱联合纯种猫俱乐部 CAAC技术委员会 中国民族化院 中国润兴绿地环保产业发展联盟 御医联盟 河南健康医疗支援服务联盟 诸港澳大湾区 九上九善爱公益慈善联盟 九上九时间银行志愿者联盟 南通通商会 孔子儒学民进协会 非法组织是指未经民政部门登记 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 开展活动的组织 以及被撤销登记后 继续以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组织 这些非法组织隐蔽性很强 网页宣传抄袭合法社会组织官网内容 参与其组织活动 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难以得到保证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民政部门提醒公众 如果发现非法社会组织 仍在开展活动 可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在参与社会组织活动时 可通过中国社会组织 政务服务平台网站 核实其身份 避免上当 守王都市 王磊海军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王都市 前几天 白山市的一个男孩手指 被螺丝帽夹住了 家长只好带着孩子 到当地的一个消防站 寻求帮助 消防救援人员了解情况后 立即利用工具 对夹住男孩手指的螺丝帽 进行了破拆 救援过程中 消防员一边安抚孩子的情绪 一边展开救援 为避免救援过程中 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消防员首先在背卡手指 与螺丝帽之间 散入垫片 他在哪弄这么大一个东西 这是螺丝啊 疼不疼小朋友 真勇敢呀 但下回我们不要这么调皮了 好不好 这种带孔洞的东西 千万不要放到自己的身体上 知不知道很危险的 经过四十多分钟破拆 消防员成功将螺丝帽取下 由于救援及时 小孩出手指略有红种外 并无大碍 没事不客气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近日 延边边境管理支队 浑春边境管理大队 房川边境派出所 接到了辖区居民报警 说在户外看见了一只 受伤的小狐狸 民警很快赶到现场 经辨认这是一只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赤狐 5月20日 延边边境管理支队 昏春边境管理大队 房川边境派出所 接到辖区群众报警 称其在上山采摘时 发现一只受伤的小狐狸 在详细询问了狐狸的具体位置和情况后 民警立即干到现场 我们民警到达现场后 经出发现小狐狸两条后腿受伤 影响它的行动能力了 它只能用前腿拖着后腿走路 它这状态当时特别害怕 怕咱们人类 然后身上一直就是发生嘚瑟的状态 然后我们一直在捋顺它的毛 好好安全 联系的辖区这个林业派出所来 将小狐狸送到野生动物救治站 经过检查发现 小狐狸是右胯骨骨折 目前正在野生动物救治站接受治疗 待小狐狸痊愈后 野生救治站的工作人员会酌情考虑 将小狐狸放回自然 小狐狸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赤狐 警方其实是这种杀狐 赤狐 藏狐均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非法猎捕 杀钙 收购 出售 运输都会触犯法律 如果发现野生动物 误创居民去或受伤 请及时联系当地观机关进行救助 上温都市英杰 宇峰报道 海信品质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凯义汽车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知识保检纯提醒您 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 浩越牛肉提醒您 白城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 道一次法尔提醒您 松原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 华正冷鲜肉提醒您 四平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 海信集团提醒您 辽元多云转小雨17到31度 中国人寿提醒您 吉林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 父亲与松荣者提醒您 通话多云17到26度 中梁福临门提醒您 白山多云12到27度 凯义汽车提醒您 沿急多云转小雨11到29度 太康拜博口腔提醒您 唐白山多云13到26度 精管学院提醒您 长春多云转雷震雨19到30度 星际座舱四号QX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全面防护安心就诊 太康拜博口腔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广气传奇M8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青血八月片国药青红血 血好心脑好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首王都市 稍后的经典剧场将继续播出 都市情感剧半路父子 欢迎收看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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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you said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doing And my heart's black and blue from the bruising I feel like When I'm with you I'm losing I feel like You think that this amusing Sitting there gaslighting and confusing Was it me? Is it me? Am I deluded? I'm the one who's always sorry The conclusion Even though I offer all of the solutions I wish you loved me like I love you It's stupid When I'm alone with you I never feel lucid I wish I wasn't struck by Cupid I wish when I first saw you I knew this When I'm with you I feel so useless I feel diluted My heart's been wounded 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